为了庆祝儿童节,安坑国小特别举办爱心小天使表扬季特教班同乐会活动,除了由校长方庆林亲自颁发奖状给每一位小天使,还邀请了气球达人刘叔叔带来各种可爱的卡通造型气球,让在场的小朋友都非常开心,也度过了一个温馨有意义的儿童节。 为了庆祝儿童节到来,安坑国小特别举办爱心小天使表扬季特教班同乐会活动,邀请气球达人刘旋诚为小朋友带来惊喜。 校长方庆林表示,非常感谢各年级美班的爱心小天使,愿意来协助班上需要帮助的同学。 趁着儿童节颁发奖状,除了鼓励小朋友发挥有爱精神,也期盼这样善的力量能够在校园中继续蔓延。 安坑国小其实有特教班,有两班,有三班的资源班,那除了这些孩子以外,其实班上如同刚才我提到的是,有些孩子可能他的学习,或者是行动,或者是各方面,其实都有一些这样子需要照顾的孩子。 那班上这样子的小天使的选举,就可以让孩子知道平常怎么去帮助班上的小朋友。 每一位爱心小天使都是由班级学生选出来的,他们分别在各自的班上协助或者是照顾有需要帮助的同学。 像是有的就曾经帮忙通报癫痫发作,有的则是在学业上协助指导。 每一位爱心小天使都说,能够帮助别人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。 比如说他发作的时间是几分钟,然后他当时有没有涂白沫或是什么一些的情况,然后我也会去跟老师讲,然后是希望能帮助他,因为我觉得帮助班上比较弱势的同学我很快乐。 不会写功课的教他功课,然后就是教他功课,然后我自己也觉得很快乐,就是,然后我就是觉得自己也很有成就感。 活动中,气球达人刘叔叔透过了去为问答,赠送卡通造型气球给现场的小朋友们,让现场的气氛相当欢乐。 而今年遇上新冠肺炎疫情的关系,校长方庆林在活动中也特别跟小朋友宣导,要做好防疫工作,保护自己也保护身边的人。 现在因为是防疫很重要的期间,所以任何的机会,学校都会透过宣导的方式,让小朋友加深印象, 怎么样去做好本身的防疫工作,然后照顾自己也照顾周遭的朋友。 受到疫情影响,虽然儿童节没有大型庆祝活动,但学校仍旧努力让小朋友感受到过节的气氛。 在每一位小天使的暖心表现,以及可爱造型气球的陪伴中,让这个儿童节特别温馨有意义。 记者杨邦友赵方琪新店采访报道。